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要说起广西省内的城市 我们也都对南宁 柳州 桂林等如雷贯耳 然而今天咱们既不说南宁 也不说柳州 而来介绍一下广西省内改名最成功的一个县 广西贡下辖有63个县 八个县级市和40个市辖区 其中改过名的也不在少数 然而哪个县改名最成功呢 编者认为非天等县莫属 除文天等县大名 甚至给人一种与天平等的感觉 名字可谓大气策露 让人记忆犹新 非常好记 甚至可以说终身难忘 也得益于改了一个好名字 天等县近年知名度是挺高的 那么天等县曾经叫什么名呢 其实1949年以前 天等县叫龙明县 后来又并位镇都县 再后来又并位新英县 再后改又为龙明县 可谓几次三番改名 直至1959年才有恢复为天等县 而且让人意外的是 曾经的天等县还隶属过首府南宁 直至2003年重左市成立之后 天等县才化归重左 行政区化直至今日 说起天等县 虽然不是省内经济强县 也不算是面积 人口大县 但其境内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特别是旅游资源 其境内有旅游景点30多处 历川独秀峰 德月楼 派骑谷 龙盘山 八千山等 都是非常优质的旅游资源 未来可开发价值大 发展潜力也大 不仅如此 天等区位条件也是不差的 据首府南宁仅125公里 去南宁是非常风边的 当然 天等县除了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气候资源也是非常好的 天等县属于暗热带季风气候区 境内阳光充足 雨量充沛 年无双漆长 气候温和 非常适合养老 而且天等县地是较为平坦 耕地资源多 在农业方面发展潜力也是非 长大的 天等纸天椒 虎丁茶 天等桥头 天等猫豆 都是省内明优特产 味道是非常好的 广西的朋友们 你觉得天等县改名成功吗 是否大气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